今日圣言反省 8月18日 常年期第20周 星期四 圣瓦豆福音 第22章 第一节至14节 那时 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 天国好像一个国王 为自己的儿子举办婚宴 宾客早被邀请了 但他派仆人 请他们来参加婚宴时 他们都不愿来 这些人漠不关心地走了 有的去了自己的农庄 有的去做自己的生意 其余的竟然抓住国王的仆人 把他们凌辱之后杀了 国王于是大怒 派兵消灭那些杀人凶手 焚毁他们的城市 然后他对仆人们说 婚宴已预备好了 但先前受邀请的人实在不配 所以你们出去各个路口 把遇见的人都请来参加婚宴 仆人们垫到大路上 见人就请 不论好坏都召集来了 于是婚宴上就坐满了宾客 国王进来与宾客见面 看见其中一人没有穿婚宴的礼服 就问他说 朋友 你不穿婚宴礼服 怎能进来呢 那人无话可说 国王就命令随从说 把他的手脚绑起来 丢到外面的黑暗里 在那里咬牙切齿的哀嚎 要知道 受赵请的人多 但被选上的人少 反省 婚宴已预备好了 但先前受邀请的人实在不配 所以你们去各耶稣婚宴的比喻 可能会让人心中很不适滋味 大喜之日 国王却为了受邀不来何来了 又不穿礼服的人大动肝火 甚至大开杀戒 这一步伐夸张言辞的比喻 是想告诉我们 正是因为国王非常重视这一婚宴 所以他才会对那些傲难无礼的人 大为恼怒 婚宴当然是预指天国的来临 而我们每个人都蒙照去成为天国的子民 天主是如此的重视这一圣事 甚至降生成人来邀请我们赴宴 但我们又是如何对待他的盛情邀请的呢 天主真心希望我们能怀着发自内心的喜悦 积极 自由 主动的赴宴 但我们是否误以为天主 是别有用心的在讨好 贿赂 祈求我们去赴宴呢 Aman 如果你喜欢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